发出这个空袭警报的这个单位呢 是空军作战指挥部的指挥官 他是黄志伟中将 你今天呢发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为什么会 明明中文是卫星 为什么这个英文会是火箭 就是会是飞弹 就是因为呢 在我们23种国家警报里面呢 没有发射卫星要发 要发布这个国家警报的 然后呢他们就在这个决策的 这个时间的时候呢 这么快的做出这个决定 那他当然就是用这个罐头简讯 所以说不是什么蔡英文 也不是什么而是蓄意为之 我觉得军方呢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呢 来去自毁这个军方呢 应该中立的立场 是非常非常非常值得要去追究的 我们在这个选举的过程之中呢 我们已经看到了司法介入 看到了行政的系统的这个介入 然后现在呢 军方呢在之前的时候呢 透过就是发布什么中共的 有这个气球啦 飞越到台湾的这个领空 这个过去这个中共的气球呢 也到台湾的领空啊 从来也没看他们发布啊 就在这种时间点上的时候 就是故意制造这种灰色地带 然后呢中共戒选了 这样子的一个行径 我觉得这样子的这个行径呢 已经足够呢 让这个国防部呢 被质疑说在这次大选中的角色了 更何况昨天发出这样子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警报 这个副这位这个黄志伟中将 他怎么做出来这样的决定 他不是我们今天一个志愿役的一个小兵 我今天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之后呢 我觉得很严重 他这个发射的这个卫星 他可能会有残骸掉落什么之类的 他就可以触动警报了 不是耶 他是空军作战指挥 他是空军作战指挥部的指挥官耶 他是黄志伟中将耶 你今天发布这个国家级警报的这个讯息 你是独断独行吗 你都不用去报给 报给这个执勤的副参谋总长吗 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说呢 真的是如 真的是如像他们所说的 你今天呢 他是因为有这个残骸啊 会掉落啊 会要提醒 要提醒大家注意的话 那我们的指挥系统怎么都在状况外呢 你蔡英文怎么在状况外呢 你赖清德怎么在状况外呢 你陈建仁怎么在状况外呢 你们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接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蔡英文人在高雄的一个 一个老人的一个中心嘛 对不对 他不知道这个讯息 他是看了这个陈其迈的 陈其迈的那个手表 他手表上面 智慧型手表 手表上面这个讯息 然后呢 又这边继续操作说 不要怕不要怕 因为总统呢 和你们在一起 而且他又继续讲哦 他说我们这个隔壁的邻居呢 常有这个军事恫吓 或灰色领域的作为 但任何人呢都不能改变 都不能用武力啦 改变台海现状啦 然后这个 然后赖清德就说 因为大陆这个发射的很糟糕啊 那个卫星的技术很糟糕 会射偏 可能会有残骸啊 掉落在那边 你不觉得我们指挥系统出了很大的问题吗 他是一个三军统帅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备位元首 如果说今天真的有这个飞弹 真的有飞弹来 飞弹要来打到台湾来了 你第一时间 应该把这个总统拿到 赶快把它撤到这个高雄的什么样的区域 安全的地方 要避难吧 今天呢大陆呢 如果真的是要发射这个飞弹 我们透过我们的这个雷达的这个系统 侦测到他这个发射飞弹 我们反应的时间可能非常非常的短啊 然后呢 他可能比如说 在这个福建的这个沿海这边 他距离台湾 只有这个400公里左右 你有没有能力来去这个反应 那我们的总统的 我们的总统跟我们的副总统的 这个生命安全不重要吗 然后呢 就是还是要硬拗 要一直硬拗说 这个其实呢 只是呢 这个英文不好 然后呢 到后来呢 还要再硬拗说 是因为有这个残骸 可能会这个击落 大家忘了吗 在上一次的时候呢 在上一次就是刚才这个前子提到的 在这个飞弹 围台军演 裴洛西来了之后呢 这个围台军演的时候 苏子云 这个民营党呢 奉为这个 在军事方面的专家的这个苏子云 明明白白的告诉大家 就说这个超越了 我们叫做卡门线嘛 100这个公里以外的 这个外太空的这个部分呢 它就不叫做领空 然后呢 所以呢 它这个飞弹 它这个卫星很高耶 它那个火箭的那掉落也很高耶 那为什么它会有 它会有这个飞越领空的这个疑虑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哦 我觉得我们哦 整个这个民营党政府 不要操作这个选举哦 操作到呢 让我们的国军呢 就是一笑国际 他们在西昌这个发射这个卫星 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成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它就算有什么火箭的残骸 也不会掉落到我们这边来啊 而且呢 这个国际的很多的这个专家 他们昨天呢 在去追踪它的那个轨迹的时候 就跟我们公布的 差了十万八千里 然后我们今天呢 还要这个国防部呢 在这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 还要把美国的这个军方啦 什么的 通通通通包含在内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严重的 让我们的这国军呢 情侦系统 任何的系统呢 一笑国际 这个是一件很恶劣的事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